大家好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宽景天上最新消息 在我们今天跟黄景云黄总聊天的时候 我一直藏着一个东西一个词 我一直没告诉他 也没跟他解释的东西 但是从他的嘴巴中 我不断的听到了这个词的一个很形象的 我们叫他轻品牌策略 什么叫轻品牌策略呢 其实就是针对卖家 他从了直接从1688买现货以外 他需要去做一个轻度的溢价 去做轻度的微创新 那在这个事情上卖家有两种方式实现 一自己直接去伸手去控制供应链 或者深度影响供应链比如说工厂 二选择跟供应链赋能方去合作 让供应链去完成这么一个污染的行为 创新的一个过程 而卖家呢在平台 无论是通过平台 还是独立站 去完成了这么一个内容 以及运营带来的溢价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一直在讨论的轻品牌策略 对 而这轻品牌策略呢 对于这个供应链方 提出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这是什么呢 就是对海外市场的触觉 那这个黄景云黄总啊 这个我们叫做公仔啊 公仔呢 我其实是还是一个挺open的一个人 因为他当年也是在美国游学了好久 一个多月啊 回来以后创业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凭什么你认为你比卖家更红海外市场 凭什么 凭什么认为你所开发的产品 会比卖家更更直观的感受到这点 是因为你们本在国内市场做得很好吗 嗯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 我们国内市场就是 通过做国内市场的这些经验的话 我们会了解到很多的这些 对产品的这些反馈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是会非常的重视的 因为我们 呃本身自己做品牌的人啊 对对任何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诉求的话 都是非常的高度的敏感的 那么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啊 对国外市场这块的话 因为现在说实话 现在的信息已经非常透明了 对啊 他不像以前样子 你这个产品好卖还是不好卖 或者什么 因为都是亚马逊的 或者说啊 别的地方都都都能看得到这些数据 包括评价啊 包括这些东西 我们会根据这些东西来去去优化我们的产品 嗯 就是曾经在很长时间里面 我们有卖家会提到说 哎 我要优化我的listing 我优化我的这个页面 嗯 大部分人说哎 我去看刷屏 我看刷屏怎么改怎么改怎么改 嗯 好了 先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嗯 在烤炉以及烤具的事情上 卖家 其实 应该关注什么样的一个参数 比如说厚度啊 体积啊 温度啊 还是功能吗 这个在具体的产品上面 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参考一下 因为我自己 我现在想要烤箱烤炉去那种巨无霸的 有个温度计的这些东西 嗯 那在这个产品上面 你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卖家去做产品选择的一些参考吗 参数 除了价格 除了价格以外 嗯 你是指 产品 比如说它的功能啊 比如说它的容积啊 还是说它 因为我对这个产品其实不了解 你们是在国内这块仪式算是专家了 那这不同的规格之间的产品它的功能 你刚提到了有中高低嘛 那好中高低分别是带什么的一个特性 我可以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相对于说 嗯 OK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你怎么样说服我 嗯 去买你的产品 好了 这就是一个 咱们都是读过MBA 这就是一个电梯营销的一个问题 OK 你怎么样去呈现你的这个 产品 产品 特性 对 为什么说有些人 比如说像广告公司 对 做一个广告 做一个视频 对 他可能要讨论个10天 对 甚至半个月都出不了结果 然后最后拍的话 其实可能就一分钟 就可能就一天是吧 是 一天半天就拍完 但是前期的这个思考的这个过程 通道风暴 对 是要很长的时间的 那么我们每一款产品 我们不会说看 看看 别人是怎么卖的 对 别人是怎么写的 然后可以直接靠底过来就完了 是 我们会从 如果我是消费者 是 我想看到什么东西 是吧 我想 我想买什么东西 嗯 我们会从这些角度去呈现我们的产品出来 但这个不同的产品可能就不同的这个方式了 对不对 但是的话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设身处地的去去从客户的这个感官上面去找手去去研究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弄 那么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可能因为这个差点它也不好 就是反正跨境大家都是这个这边都是跨境电商的这个商店 还是紧张我喜欢 当然紧张的人就会讲这种话了 继续 因为很多这种跨境电商 我看了一些这个亚马逊上面的话 其实在视频这块的话都不是特别的 基本上是不懂 主要是他们没有精力 对或者再一个的话就是说在视频上面的话拍的话也是就是说 从头拍到脚或者说怎么样 就完全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种创意或者说没有一种从消费者的角度或者说没有一个场景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展示给消费者 就所有的这些广告里面的这些东西创新聚焦都没有 就纯粹只是说OK我这产品摆在桌子上然后把它拍拍一下子就或者怎么用弄一下就完了 但是在国内电商来说的话因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对国内的话绝对是竞争是非常的鸿海的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电梯营销这个东西同样是一个视频 对肯定是有高分和低分的区别的 同样是对同样是一篇详情页 对肯定是有高和差就像一篇文章一样 我对应的众户人群是不一样的 对展示出来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要考试这个作文是吧 作文肯定有80分跟70分或者60分或者不及格 对这样子的一个区别的 那么那么凭什么我们的这个做电商里面这个详情页也好 这个产品介绍也好 这最关键的东西没有一个分数呢肯定是有 所以的话OK我们我们的营销的团队 OK我们产品研发的团队 包括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团队 所有的这些我们都会是围绕着这个这一块去进行 体现出我们的优势出来 这个人很有趣 他我本来想给他挖钢 他结果呢给我一个反杀 给我来了个一分钟电梯演讲 好了那讲了那么多我必须要问他问题 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做 你既然那么了解这个行业了解产品 你了解消费者又有研发能力 你为什么不自己做 而选择是负能给跨境出国电商的卖家 因为我们自己去做的话呢 这个时间可能会拖的比较长 因为我们在跨境这块的话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小白 对啊而且的话这个不同的市场 啊不同的这个可能就是玩法啊 就是运营这块的玩法也是不一样 这个这个是我们不太不太不太了解的 那么我们当然也可以自己去做 但是这个可能花的时间呢 这个可能会更长一点点啊 那么我们其实我们自己更更想的就是说 专注于这个供应链这块的一个升级打造 因为这个这个的话可能会也会很耗时间啊 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这个更生产的这个更加的机械化呀 啊或者说这个设计这块的话的更加的升级啊 这块的话就造成了我们现在其实没有没有太多的精力啊 再去投入到这个2C2C的这个运营这块来了啊 所以的话我们更希望的是如果有机会合作的话会更好一些 在今年的这个整一个2020年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人在选择做一个新的尝试 像小家电我们看到了磁吸有小家电的专门的供应链 这个人可能也接触过了ICX的这个 他们是专门在磁吸去针对跨境出口电商以及内销 他去做一个综合的供应链服务的 他所提供什么功能呢 产品的创新内容营销的创新以及数据包的创新 以及不断迭代的创新 对那更加不要提这个MOQ的最小起电量的一个 这个可能是我们更更加看重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对也是我们存在的一个价值是不是 那至于在2C这一端的话 那他可能有更多的这个技巧啊方式啊这块的东西 那么我们可能暂时目前来说是不会有这个能力去设计到这个东西的 我们更更希望的就是说能够有个合作伙伴去完成 咱们